2013年第二屆的世界少棒錦標賽 18號開始將在天目球場新生 以及青年公園展開為期十一天的交手 本屆賽事更有來自全球十四個國家參賽 其中勁敵美國 日本 韓國都沒有缺席 中華小將要完成衛冕 需要一關一關停進 教練團也期待首戰巴西能夠搶下好彩頭 在歡迎的派對上 各國小球員精神奕奕的出席 展現高昂鬥志 更海話要在這個大舞臺 展現自己最好的身手 此外 上一屆率領中華隊奪冠的 最有價值球員曾偉恩 也擔任地主的歡迎嘉賓 致贈幸運神給所有的參賽情隊 祝福大家在比賽期間 能夠有好的發揮 而長期關心國內基層棒球的 民間企業也沒有缺席 到場替中華小將精神喊話 獻上祝福 這一次的第二屆的IVAF的世界少棒錦標賽 總共有14隊參加 雖然我們看起來這一次的14隊沒隊 各個的實力蠻堅強的 不過我們相信中華隊還是有這個能力參與冠軍 我們對他有信心 有期待 活動尾聲大會也正式亮相本屆比賽的冠軍獎盃 各國的小球員眼睛都瞪大了起來 大家爭相拍照的同時更期待自己和隊友能夠有好的表現 無緣暴走眼前這座閃亮的冠軍盃 我來提醒洪瑞紅 黃昊君 臺北採訪報導